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95天 栽培新一代 伟大领袖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认为 发现并培养优秀人才 是自己最重要的工作 约翰·麦克斯维尔 在《发掘身边的领袖》一书中 如此写道 约翰勉励读者 尽一切可能找到人才 然后帮助他们 成为他们所能成为的 最棒的领袖 保罗被关在地牢里 地牢上方有一个小洞 微弱的光线和一点点空气 从这里透下来 保罗被铁链捆锁 如同囚犯 他孤身一人 面对地牢的寒冷和寂寞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最终 保罗被尼陆皇帝处以砍头 提摩太后书 应该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 这封信不是写给教会的 而是写给一个人的 提摩太就是保罗 发现和栽培的杰出领袖 写这封信时 保罗可能已经六十多岁 而提摩太应该三十多岁 保罗正在把福音的接力棒 传给下一代 他最关心的 就是提摩太是否能够 守住福音真道 随着年龄增大 我越发珍惜上一辈人留下的智慧 也越发认识到 我对下一代所负有的责任 把接力棒传下去 我们责无庞贷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八十一到八十八节 新一代人的根基 本诗篇是作者对自己人生的回顾 他借此鼓励大家 要将生命和领导力建立在正确根基上 诗人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让我们知道如何将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 仰望你的应许 你的命令尽都诚实 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 主啊 请帮助我忠信到底 即便会遇到坑和逼迫 请帮助我尽一切所能 来培养新一代领袖 新约圣经 提摩泰后书 一章一到十八节 如何培养新一代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自己属灵的孩子 保罗虽然没有子嗣 但他有灵力的孩子 他称提摩泰维吾尔 提摩泰是保罗带领信主的 在长达十四年的岁月中 提摩泰都是保罗亲密的同工 陪同保罗进行第二和第三次宣教 此时的提摩泰是以辅佐教会的领袖 保罗教导、栽培、训练提摩泰 将自己的智慧尽都传授给他 保罗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该如何培养领袖 第一、爱他们 保罗称提摩泰为我亲爱的儿子 他不住为提摩泰感谢神 保罗是一个感情炙热的人 每次和同工道别时 他都会眼含热泪、依依不舍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窃窃的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第二、为他们祷告 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 为他人祷告并非浪费时间 带祷确实会令环境翻转 这也是爱他人的一种表现 第三、对他们有信心 想到你心里无尾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 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虽然提摩泰年纪轻轻 但保罗对他很有信心 能够影响我们的人 是那些信任我们的人 第四、服侍他们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眺望起来 保罗曾在他写给提摩泰的 第一封信中说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众长老给提摩泰按手祷告的目的 可能是为他祈求传福音的恩赐 但这也可能是当时教会 案例牧师的仪式 还有可能 长老们是祈求提摩泰被圣灵充满 获得说方言和预言的恩赐 圣经虽未提及祷告的具体内容 但却表明 祷告服侍是基督教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每次聚会后 在祷告服侍环节为大家按手的原因 第五 鼓励他们 提摩泰需要被鼓励 鼓励就像给灵魂充养 提摩泰并非一个身体强健的人 而且他很可能性格内向 缺乏自信 包罗写道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我们可以感到害怕 但不能懦弱 实际上 除非感到恐惧 否则就谈不上刚强 因为刚强就是拒绝让恐惧来控制自己 并鼓起勇气 做那件让你感到害怕的事 为了帮助你克服恐惧 神用圣灵来装备你 并给你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第六 挑战他们 保罗鼓励提摩泰 要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眺望起来 别人确实可以帮助你 但最终 你需要对自己的灵命负责 通过敬拜 祷告 读经 以及团契生活 让信心之火燃烧起来 第七 信任他们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保罗交托给提摩泰的善道就是福音 为此 保罗被案例成为使徒 教师和宣扬福音的先驱 福音都是关于主耶稣的 福音让人和主建立关系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们被神的恩典所救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耶稣 我们的救主 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和死里复活 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保罗鼓励提摩泰 不要以他们的友谊为耻 也不要羞于见证主耶稣 他们的重任是传扬和护卫福音 保罗坚信 他选对了接班人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第八 分担他们的重担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虽然保罗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 但这并不能使他免于患难 保罗被捆锁 甚至被其他基督徒弃诋毁 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 那时只有一个人坚定站在保罗身旁 他就是阿尼瑟福 我们要向阿尼瑟福学习 保罗说 因他屡次使我畅快 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主啊 请帮助我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 帮助我为他们祷告 爱他们 信任 服侍 鼓励他们 与他们共担重担 旧约圣经 耶利米书48章第一节 到49章第六节 好领袖与坏领袖 耶利米书不断重复着一个主题 犹大领袖极其软弱和邪恶 在本段经文中 我们又一次看到缺乏好领袖的恶果 以色列没有儿子吗 没有人去得他的产业吗 以色列的产业明明就在那里 但却没有人愿意认领 神降悲自己来到人间 为人献上生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那些狂妄自大 不可一世的人间领袖 磨压人的罪就是极其骄傲 听说他自高自傲 并且狂妄 居心自大 世界认为 骄傲和独立是令人羡慕的品质 但在神眼中 这是极大的罪 因为骄傲和独立 使人远离神 骄傲的人说 我不需要你 在宣布对磨压人和亚门人的审判时 耶利米还说 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 必受咒诅 磨压自幼年以来 常享安逸 如酒在渣子上澄清 没有从这器皿 倒在那器皿里 也未曾被掳去 因此 它的原味尚存 香气未变 后天勤奋 比先天聪颖更加重要 爱迪生曾经说 天才是1%的天分 加上99%的汗水 培养新一代领袖 意味着很多劳苦和付出 有一个原则很重要 基督徒最起码应该用对待世俗工作的态度和要求 来对待神的工作 当然 前提是我们真的委身于自己的世俗工作 即便是属世的工作 老板都会要求员工百分之百忠诚和委身 尽力做到完美 更何况是属天的工作呢 每当看到弟兄姊妹以巨大的委身 爱和忠诚来服侍教会时 我都被深深触动 他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为教会默默付出 这是持续一生的服侍和委身 主啊 愿我在做神的功这件事上 永不松懈 愿我们这一代基督徒 能够守住福音 培养领袖 并给下一代人 留下美好的遗产 佩伯的补充 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 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这两位妇女恒心祷告 以身作则 把信仰传给了提摩太 能把信仰传给家中的第三代人 这真是太难得了 罗姨好样的 今日金句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提摩太后书 一章第七节